《羽黄碑記》 作者 九目 我講 潛龍在野 第175集 唐林現在被蛇信捲到了半空 她說 方行 你還記不記得 你去唐碧雲和陶赤文婚禮上祈福過嗎? 你還記不記得 你屋裡的那個合歡話話 我是唐碧雲的後代 唐林說完 蛇的眼神又似再次溫和下來 花子行的聲音又響起了 快點 殺了我 我堅持不了多久 唐林舉起了手裏面的滅雲釘 蛇王就把唐林捲到離頭部更近 然後眉上眼睛等待那一刻的來臨 唐林舉起手裏面的滅雲釘 就要跌落到微心的時候 蛇王突然睜開著眼 把唐林捲了出去 唐林在死的身上滅到地上 怕到在地上痛到站都站不起來 唐林 可憐你是唐家的人 你竟然想殺我 地獸裡的黑釘是哪來的 這個究竟是用來做什麼 放行的聲音已經是不帶一絲的情感 聽不出喜怒更加像是審判 谷滿的聲音現在傳過來 他這陣子說話 不再像平時大家印象的那個書帶子 一副沉穩決絕 等到所有的人心裡 竟然升起了一種安全感 放行 那個是滅雲釘 蛇谷村祖墳還有一條 是只有任祭司的人和村長才會知道 滅雲釘滅雲 如果不能等元臣去洗盡雷氣的話 為了不讓蛇王承波危害人間 這個滅雲釘是與王留下的最後一重保障 剛才周曉齊發現了銅箱 就是裝這個滅雲釘用的箱 此行在死之前是我親手落洞 拿出了這支滅雲釘 此行先是被毒藥毒死 滅雲釘插入了微心之前 有一絲的殘雲飄了出來 與蛇王的肉身結合 難為此行 這些年來一直用這些微弱的殘雲 來克制著蛇身的壽性 我不信任何轉世之傳 不過村長的記憶當中 更大了責任 我既然接受了這份記憶 那麼這個責任也一併留住了 我猜你是不知道這一個是滅雲釘的 不是的話 這麼寶貝的法器 你又怎麼會將它和其他的證物放在一起 讓我們隨便看 方行我猜對了 今天落洞來 我就是要找機會滅了蛇身 蛇尾一跳 像一陣狂掃 洞裡飛沙走石 萬天的石頭又飛來飛去 好像經歷一陣狂風似的 蛇身不甘心再次被禁 帶著憤怒地扭動著 想將困著它的梳鏈來爭脫 這陣子的大悲就越來越痛 眼看著就要起火了 方行用盡單填氣 大動爽音開始念咒 那個聲音伴隨著鎖鏈碰撞聲 和石頭的撞擊聲 硬地將人間的動月變得好像地獄一樣 鐵針向著蓮花瓣上邊的身體繼續靠近 彤林知道所有人的生死可能就是靠他一個人 彤林現在不猜身體的疼痛 他用手捉緊蛇輪 開始向蛇王身上爬過去 蛇王現在幾近瘋狂 不過他好像沒有注意到唐林 鐵針終於貼上了身體 剛剛好對準了胸口的位置 七個人都眉上了眼睛 他們不再期待能夠出現什麼奇蹟 唐林在這時候已經順著輪片爬到蛇頭 蛇王這樣才注意到頭頂上有人 他左右這樣瘋狂搖擺的身體想把唐林摔下去 唐林現在緊緊捉住輪片 身上撞上了大腿 身體的衣服已經燒上來 皮膚燒到紅了 他仍然都沒有放手 鐵針已經刺入了七個人的身體 鮮紅的血流出來 電花池當中開始有血液凝聚 唐林他咬緊牙 趁著蛇王分散注意力 觀察著蓮花池的時候 從蛇頭跳起 將手裡的黑釘狠狠地刺入了蛇王的眉心 蛇王的眼神開始換散 他不信自己毛畫了百年 飛星就在眼前 而自己卻落得了魂飛煙滅 最後的一聲聲聲 在蛇王的口裡發出 這一個是他在人世間最後的絕響 唐林現在掛在蛇頭上 隨著蛇頭的擺動 在空中拼來拼去 他的體力已經透支 看來很快就要支撐不住 洞裡慢慢安靜下來 就雨停了 飛沙酒石停了 就是連大碑也慢慢恢復原來的黑色 蛇頭突然之間倒在地上 將唐林拼了出去 一切都恢復了平靜 蓮花池不再有血繼續流入去 洞裡好像死一樣安靜 沒多久響起了一個蒼老的聲音 唐林 唐林 我大人來了 你在哪裡 怎麼搞的 張大廚在一個丸子裡 整面歡笑地陪著他的老娘吃飯 他這位老娘真的肥了不少 臉上那些肉都撐起皺紋 紅光滿臉 看的樣子 日子覺得真是不錯 從廚房裡走出了一個身穿著靈鑼 體態阿羅的美嬌娘 他手裡拿著一碟東西 這個碟裡裝著一個紅燒的大豬蹄 油光油光的樣子 這個女人走起路上來的屁股 一領一領 步伐輕快 身上邊的衣服 在地上摩擦出煞煞煞的響聲 張大廚看著這個女人的身段 閉上眼睛 而這個女人就是她的老婆 她想看清楚這個女人的臉 但是這個女人好像很害羞 一直躲在這個朦朧的日光當中 張大廚忍不住 伸出一隻手 就把這個女人拉到跟前 這一臉她認得 這個不是任雪亭嗎 這個女人好像被她的妄狀激怒了 一拳就打到張大廚的胸口 張大廚覺得她的胸口一陣劇痛 心想 嘩 這個女人古代的時候就這麼兇 一覺醒來 周曉齊身上邊就扎著繃帶 靜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邊 她又微微張開雙眼 一到陽光就刺入到她眼睛 她又試著把眼睛閉起來 美滋滋地回味著 剛才發張大廚的夢 她腦裡有點不清醒 剛才好像不只是一個夢 她隱約還夢見了一條大蛇 套出了長信 只想要吸乾他們的血 唐老師為了救他們 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邊 你見老醒了 你見老醒了 房間裡傳來了你見老的父親聲音 過了一會兒 房間就響起了腳步聲 幾個陌生男人的聲音就響起了 唉 放心吧 病人各項指標都很正常 唉呀 醫生呀 六號床 為何還未醒呢 周曉齊的媽媽聲音聽起來 就很焦急 我看看你不用急 周曉齊又覺得有人在靠近她 她想看一看 是不是你見老跟她開玩笑 於是就抹開雙眼笑了一下 那一個是一塊完全陌生的樣子 身上邊穿著白大褸 戴著眼鏡 生得白白淨淨 那個人就對身邊人說 你看 現在就醒了 她媽媽就臭臉過來 馬上眼淚流下來 唉呀 你總算醒了 周曉齊就知道自己現在在醫院 她轉眼看一看身邊的床位 你見老也正看著她 他們兩個對視一眼 然後傻奸奸地移開嘴一笑 多謝收聽《羽黃碑記》 我是潛龍在野 如果你喜歡這本專輯 請你點讚、訂閱和轉發 下集更精彩 我們也有什麼奇妙的 在黑人間裡 你也會跟隨便 這些眼神 發生看著 這本我愛人 你不願意 那邊